撞总统府进过室 检方大骂太离谱 我国史上手中杀石车冲撞总统府案 台北地检署浊江嫌犯司机张德正 以涉犯杀人未遂等重罪 有在犯逃亡之余生压 没想到原本嚣张 拒绝检方征讯了张德正 照法途上竟以态度批变 向法官求情 我错了 保证不会再犯 法官罗玉婷审理后 竟以他身体状况很差 如逃亡之余等理由当庭释放 张嫌当庭欢呼 耶 回家了 检察官则气得怒斥才定太离谱 并提出及时抗告 由高院漏夜审理中 那刚我第一时间已经告知妈妈这个消息 妈妈是很高兴的 在电话上很激动的哭 法官有特别在当典的时候讲到 就是说 其实他先前因为他有所谓的拒绝回答 法官也讲 这个就是被告在宪法上的 这个基本权利 即使被告否认犯行 这个也是正当的权利 最后法官也审做到 这个被告现在的身体状况 更不可能又做什么逃亡的这个动作 对于法院的裁定 总统府昨天表示 尊重司法 辅方没有意见 张德正两段婚姻都离婚收场 独自抚养两名女儿 四年前他与前妻及前妻旧冲突 被判拘役40天 认为司法不公 满下对总统府发动自杀攻击动机 他上周六驾驶35吨重杀石车 以逾72公里时速 从凯道朝总统府高速冲撞 他突破铁栏杆 主车柱 地骨夹 阶梯 与防盗门共五道关卡 冲进总统府门廊 索性杀石车未爆炸 十人伤亡 他则因巨大冲击力 造成肋骨骨折 气功 检察官指出 张德正征讯时透露 原本打算开杀石车冲撞台北地院 因北院前没有长条道路可加速冲撞 才将目标转向总统府 加上他犯案前在部落格上呛 如果没死 政府不改 我会变成恶魔 研判他运谋犯案 有再犯逃亡之余 因此向法院伸压 不料法院不惨纳 尽当庭释放 法界对张贤被释放 也相当不以为然 御师指出 嫌犯有杀人为谁的间接故意 应要压他 而且 身体状况很差 就等于没有逃亡之余吗 说 不少网友质疑 释放后改开再有暴力物的冲撞 是否是法官承担责任 东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吻 网友质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